做科展不是只有懂科学就好 我很喜欢科学教育 我带过很多科展选手 我也喜欢分享带科展的心得 YouTube搜寻科展就可以看到我的分享 今天不谈得奖作品如何成功 我想带大家看看一个好的作品为什么会失败 回头看一个科展作品的诞生 刚开学的时候有人想到要做科展 班上开心地组了一个团队 一起讨论出了一个研究题目 把工作分配好便开始做实验 日子一天天过去 研究成果出炉 交件时间截止前 把研究报告送出去 寒假过后没多久 等着你的就是口试 很多人实验做得很认真 但最后却失败了 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这样 从小到大 你知不知道怎么表达 从小到大 你有没有练习过表达 科展的实验 大家都努力付出 科展的口试 你做了什么准备 很多人觉得把作品清楚讲完 就是练完了 很多人觉得练完了 后来口试也跟着完了 你讲完了 评审听懂了吗 评审想知道的 是不是就是你告诉他的 你以为是重点 真的就是重点吗 回头看看你的练习 你在练习的是背书 还是练习的是表达 你的成功 不会只跟你的付出成正比 重视一个细节 可以让你领先一点点 错失一个细节 就会让你退后一大步 成功需要许多累积 失败只要一个疏忽 功亏一篑 是不是大部分参赛者的感觉 研究人家听不懂 你是不是常有这种感受 你的研究这么棒 值得好好把它讲出来 想让研究成果完美呈现 课展口试精英表达力 是你唯一选择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